在现在的中国太极拳领域就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掌门 她就是阳世太极拳的第六代掌门人叶永湘 叶永湘1986年出生 现为阳世太极第六代传人 专业私人太极教练 复旦大学EMBA太极会教师 叶永湘出生于1986年 护上书香世家 外祖母吴靖霞与母亲陈铁林 居师从一代阳世太极宗师傅中文 母更为傅中文第五代杰出弟子 追随父老近30年 常与父老一同登台 曾获得数个国内冠军和国际金牌 为其得意闻生 叶永湘三岁习太极拳 六岁即参加演出 八岁到十二岁曾修习少林 故能融会外加内加 对太极有独到理解 此后专修太极 叶永湘2004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本科 同年起随母开始太极教学 至今十一载 积累了丰富的授课经验 以全家松沉大气 教学英才师教 寻寻善诱 寓教娱乐为特点 并能流利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使每位学生在学习太极的过程中 找到乐趣 虽然也曾向往过长发飘飘 但在25岁之前 她几乎一直以短发式人 也会羡慕其他留长发的女孩 但长头发每天洗起来很麻烦 青春季里的叶永湘是什么样子的呢 各种酷 各种拽 除了纹身打斗没有做 其他几乎都做了 但没有所谓的早恋 那时候我是个男孩子的性格 喜欢玩 喜欢出去也 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比对异性的热爱更多 整个人非常man 叶永湘是太极传人 不是现实般小龙女 可能家里有练舞的天赋 叶永湘从小身体素质就特别好 各种体育项目都是满分 一直到大学都是体育委员 小学有一段时间专业队来选才 不管什么项目 是田径还是球类 每次都会选到我 父母也会问我的意愿 但是我都没去 因为我喜欢的是练舞 2016年 叶永湘从伦敦留学回来 8月的时候拍了二根视频 在网上的流传量非常大 此前有自媒体做过叶永湘的报道 二根之后知道叶永湘的人就更多了 媒体 喜欢二根给你的称号吗 叶永湘 我特别不想让他们用这个称号 什么现代小龙女 当代摄影娘 现实版公二 太极第一美女 我真是 哎 叶永湘 很简单 就是太极传人 太极文化传播人 我还是个普通人 而且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作品 所以在作品上下功夫 在内容上下功夫 远远比你不断的无节制的增加曝光要重要 否则池塘的水会干涸 如果没有活水的话 亲友眼中的叶永湘 坚韧包容 其实他坦言 自己也会散漫 喜欢直来直往 至今谦逊温和的状态是多年修炼太极所成 28岁那年 他最终获得全剑刀三个项目的国际金牌 外婆等这一天 等了整整20年 从1994年 母亲站上世界第一的领奖台 到2014年 我终于追赶上来 这20年中 我经历了时代的改头换面 见证了家族的巨大变迁 也旁观了太极和其他传统行业的老前辈们的 咬牙支撑 维系血脉 我感受着青黄不接的深深遗憾 叶永湘说 我窥见了百废待新的罕见机遇 所以我站出来 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改变一点点未来 改变大众对太极的老人权的偏见 改变世人对太极除了武打 除了养生之外的理解 改变外界对太极过于神话的意想 从祖辈手中接过这一棒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当拔下木簪退下功夫 她是现实的时尚少女 旅游自拍两部物 她美丽却也不失天真 她是太极拳第六代传人 身材饱满匀称 叶永湘除了太极拳技术出众之外 她的气质非常出众 另外身材丰满 颜值更是非常漂亮 特别是在她练习太极的时候 凭借自身的丰满身姿会显得非常完美 掌风建议二十年 教权问道又十载 是叶永湘习练研学 推广太极多年的真实写照 有颜值 她被称作太极第一美女 有才华 叶永湘三岁开始学少林太极功夫 后成为阳世太极传人 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 有思想 有态度 她对太极在当代的传播 有着自己独到的理念 她利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元素 将之与太极有机结合 在网络上 现实中吸引了超过十万人的粉丝 叶永湘不是一个死板的人 在自己逐渐有了名声之后 她就要将自己的主要经历放在国外 当时她选择了去伦敦留学 也将太极拳带到了伦敦 并且成为了负担大学太极会的老师 有了这些头衔之后 叶永湘的事业蒸蒸日上 也在伦敦结识了自己的外籍男朋友 两人十分的恩爱 并且在2018年6月9号 叶永湘和外籍男朋友在香港结婚 这个中国最美的女转门 正式嫁给了自己的养老公 现在的叶永湘事业有成 婚姻幸福 是我们大家羡慕的对象 但是叶永湘能有今天的成就 和自己小时候的勤学苦练离不开关系 我们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应该继续努力 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